很上六点在中国国民党党部举办集会游行 我要邀请所有的高雄市民 我们一起到中国国民党党部进行社会沟通 经济党高雄市议员张博洋拿着集会游行申请书 咨询时间当面交给市长陈其迈 跟市长来定见我们要申请台湾人高雄人集结到中国国民党的党部 不应该在整个法案的一个审查里面 缺乏民众的一个参与跟透明度 要申请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前的路权 为的是号召南部民众集结 声援立法院外的民众共同反对国会滥权 这些政客不断的影响台湾的状况之下 我们有必要在南部集结 把这些愤怒的民众的声音传到北部去 近期立法院闹得沸沸扬扬 国民党民众党想强行通过国会扩权法案 超过三万民众包围立法院示威抗议 而面对无法北上的群众 激进党号召23号晚间在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前面集结 邀请所有来到现场的民众都可以自己带着一双蓝白托 还有一支奇异笔 来用蓝白托表达我们对这一次国会滥权蓝白托 类台湾的不满 嘲讽式的方式 诙谐的方式 然后来表达我们属于市民市井小民的心声 除了呼吁民众穿戴蓝白小物 现场也将架设投影荧幕 预估号召千人到场 严厉表达诉求 明记新闻张克伦 陈凯茂 高雄市报道